好 政坛中陷阱处处 那么生活中又何尝不适 那么ATM的这个领钱 钱从这里跑出来 也有很多东西可以从这里掉下去 这位民众呢 他就没有留意 提款的时候呢 手机放在土钞处的旁边 但一转眼 这个手机竟然不见了 后来才发现呢 手机就掉进了土钞口旁边的这个大黑洞 它急坏了 立刻联系银行 但是没想到流程非常繁复 至少要三天才拿得回他的手机 先行有民众在领钱的时候呢 这手机就不小心落在这个提款机的缝隙中 一般领钱 有些人会把随身物品放在ATM吐槽处 没想到一不小心掉进一旁的缝隙 怎么有这么大的缝隙啊 实际是手机iPhone5 果然一不小心很容易掉进黑洞里 连这么大一串钥匙也放得进去 除非厚一点的物品才能逃出细缝魔杖 仔细看钞票取出口下方 写着勤务掉入物品与此缝中 东西掉进黑洞里似乎不是头一回 我就是没有看过啊 所以才觉得手机怎么不见了 这样子 但至少我知道它是在箱子里面的 事实上像这种凹槽处有掀盖式的ATM 正常是有两层盖子罩住吐槽处 隐秘性高 但是故障的这台ATM少了一层 结果旁边却成了一个大黑洞 一旦物品掉下去 就是到ATM机器下方空间处 箱区回还得等好几天 必须先打电话到银行告知物品遗弱 银行再通知保全 保全会把物品取回 再送回银行通知客户领取 流程走完拿回手机 至少也要三天 后来我就打电话 请那个小姐可不可以过来 帮我把机器打开 但是那么表示说 保全要一个礼拜才去开一次 所以没有办法这么激动的配合 我去把那个箱子打开 银行则是回应这台 有细缝的ATM只是个案 造成不方便感到很抱歉 也会尽快修复 目前保全也安全 把手机送回银行 等待客户前往领取 比起这种凹槽式的土钞口 钞票直送的ATM似乎比较安全 不过如果有物品挡住领钞处 恐怕也会影响到机器 提醒民众要领钱 ATM土钞处可别随便放东西 要是碰到瑕疵机台 像这样东西掉进去 可就麻烦了 记者红旭与邱紫行台北 采访不到